宇宙中的最可怕之地已被天文学家发现 这个地方是一片几光年范围内的虚空和黑暗 一切都不存在 时间似乎也停滞了 人们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这个空间并非自然形成的 未来人类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感谢大家观看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免错过精彩内容 在宇宙中 地球绕着太阳运行 而太阳则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 银河系与众多星系组成了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是宇宙中最壮观的结构之一 范围可达5.2亿光年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心 有着难以想象的引力 它牵引着所有星系 包括我们的银河系 太阳和地球被称为巨引元 尽管人类相信巨引元的存在 但其具体位置尚未被观测到 在巨引元所在的区域 前方是一片无尽虚空 一个超级的空洞 几乎没有恒星 没有宇宙尘埃 甚至没有样本存在 它就像是宇宙中突然出现的一个空白区域 将银河空间分隔开 1981年 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这个区域 距离地球约7亿光年远 直径估计为2.5亿光年 被称为木夫座空洞或布特斯空洞 与此相比 我们所在的太阳系直径不到一光年 想象一下 如果太阳系位于布特斯空洞中 我们只能看到像火星 金星这样的小光点 几乎一切物质都不存在 只有无尽的黑暗 太空探索将失去意义 太空观测也将毫无结果 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一些人认为布特斯空洞充满了暗物质 只是我们无法看见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暗物质是不可见的 不发光 没有可测量的辐射 但它具有巨大的重力效应 通过观测引力效应 科学家可以确定暗物质的存在 然而在木夫座空洞中 并没有观测到这样的引力作用 从物理学角度来看 空洞根本不应该存在 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的计算机模拟 发现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任何自然力量形成如此巨大的空洞 数十年来天文学家一直在尝试解析这一神秘现象 探索它是如何形成的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 科学家在空洞中发现了几十个星系 这听起来似乎不少 但实际上就像在整个大陆上只发现了几辆汽车 星系的数量过于稀少 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很遥远 按照正常情况 如此广阔的宇宙尺度中应该包含几万个星系 更加奇怪的是 这些星系都位于一种细丝状的路径上 它们连在一起就像空洞中的一条条高速公路 又像人体中的血管或神经网络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难道空洞是某种巨大生物组织 或者那些路径上的星系是某个高等文明的补给站 还有人认为 尽管布特斯空洞的物质密度极低 但它也可能是宇宙中最理想的光速飞行区域 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星际尘埃的阻碍 太空飞船可以以最高速度且安全地进行星际航行 而那些远距离路径上的星系 则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 为飞船提供必要的补给 与此同时 这种极低密度的空间还意味着另一个事实 科学家认为 任何粒子 例如中微子一旦进入空洞的一侧 将永远保持进入状态 直到离开空洞 换句话说 空洞可能成为最高效的通信空间或时间胶囊 无论多久过去 任何进入空洞的光子图案都会保持不变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在20世纪60年代 一些学者提出了宇宙中文明等级的概念 其中一级文明是仅掌握并利用所在行星能量的文明 而人类已经接近达到一级文明的程度 第二级文明可以控制和利用其所在恒星系统的全部能量 而第三级文明则可以掌握整个银河系甚至宇宙的能量 布特斯空洞可能正是第三级文明扩张的结果 在宇宙形成的早期阶段 空洞可能并不存在 那里诞生了宇宙最早期的文明 它们可能在距今40亿年前 已经达到第二级或第三级文明的程度 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个古老文明不断向周围星系扩张 并利用工程技术改造每个经过的恒星 从中提取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恒星要么被包裹变暗 要么彻底消失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空洞呈现球形形状 因为这也是它们飞船扩张的方向 剩下的星系则像公路上的补给站一样 为它们的飞船提供必要的停留 这就是人类观测到的结果 巨大的球形空洞和远距离细丝状的星系 可能是第三级文明用了40亿年的时间完成的 那么第三级文明现在还在布特斯空洞吗